港鐵解釋事故由於紅磡站附近一段架空電纜斷裂 會盡快搶收 未能確定服務何時恢復正常 而洩發期間有列車路上開不動 要疏散車上乘客 李國豪報導 東鐵線紅磡站附近一段架空電纜 下午3點左右斷裂 電力中斷 行駛中的列車動不了 停在路軌上 期間我們有一班列車由紅磡站開往東站 距離大約的車站大約400米左右 我們需要安排我們的同事協助車上乘客 大約有110個乘客 我們安排他們從路軌走回往東站上越台 大批工程人員在場搶收 港鐵未知電纜為何會斷裂 會先穩固部件 港鐵會作全面檢查確保正常運作 NOW TV記者李國豪報導 大批工程人員